丁屁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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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看 那是谁呀 还能有谁呀 那不就是王后的亲妹妹芈月吗 芈月怎么会在这儿 还坐着宫中吓人的活计 芈月犯上作乱 诬陷魏夫人 被大王责罚到后花园扫地来了 这个 不会是你们要带我来看的景致吧 怎么样 妹妹 看着还赏心悦目吧 还是算了 我们还是回去吧 我们犯不上招惹他们 怎么 因为他我被禁足一个月 还没出这口恶气呢 来 见顾国美人 樊少使 魏少使 妹妹真是劳苦啊 让人心疼啊 若早知如此 该悔不当初吧 芈月做事 从不后悔 芈月妹妹手脚灵便 倒像是做惯了粗活的人 听说大王除了罚你扫路径 还责令王后好好教训你 也不知道王后准备了多少藤条和板子 宫中鱼不可及之人 果然很多 可惜王后今日的板子 是打在自己的身上 大约该是有几分疼了 国美人 你善生是非 谣言惑众 藐视中宫 你可知罪 芈月 你敢教训我 被别人当枪使唤 还到处卖弄 真是鱼不可及 站住 姐姐 这死丫头 我亲眼也太嚣张了 她完全就没有把你放在眼里呀 算了吧 我们还是回去好了 你尊卑不分 竟敢顶撞于我 来人 把她拿下 可怜呀 可怜 现在让我可怜你 迟了 我是说你可怜 少废话 长嘴 谁敢动手 拜见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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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跪下 女主 Jonas 老师 你可怜不停 我也不过 见王后 でも我们被 algorithm 倒下 冷房 Wal MO 太后了 胜外 看不清也是有的 好 就算我眼神不济 你倒是说说 这芈月到底有何过错 要你来罚她 她一个没有身份的硬妾 居然敢跟我顶嘴 你是宫中老人 自然懂得位分高低 方才胡言乱语 亵渎侮辱我 这该如何处置 臣妾性格爽快 都是无心之言 王后 这国美人好厉害呀 无心之言都能挑拨 是非恶意中伤 若有心 岂不即刻便杀了人 姑姑说得对 我今日不罚国美人本人 但我要罚她那张嘴 她既然喜欢长嘴 那就自己长嘴 二十下即可 难不成要我请人帮你 可为妥当 王后 国美人服侍大王十多年了 即便是没有功劳 也是有苦劳的 求王后给她留点颜面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今日我要不罚她 怕她是没有记性 珍珠 是 你给我一下一下的数好了 要打得响亮 打闷了 打轻了 都不算数 是 打呀 快打呀 打得太轻 这下不算 再打 王后 火器不必太盛 刚立了下 还没入伏 火器大了 容易伤身 大王的长姐 银夫人 想不到这么巧 在这儿 会碰到王后 自大王大婚 我这是头一次回宫 就撞上了热闹 大热天 你们都跪着干什么呀 快起来吧 好 银夫人明鉴 臣妾无罪 不过就是多说了两句 并没有犯什么大错 王后竟然这般羞辱我 王后乃后宫之主 无论是大错小错 罚你 总有罚你的道理 我 你是后宫之主 是中宫 更应该宽厚人德 别动不动就罚贵 掌嘴 会吓坏人的 银夫人有所不知 是国美人先动手打人的 是吗 可我怎么看到的 却是国美人被掌嘴 哭哭啼啼 夫人 王后夫人 夫人 使劲啊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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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劲啊 夫人 使点劲 夫人 使劲 好 使劲 快了快了 使劲 夫人 王后这般羞辱我 我还有何也面在宫中活下去啊 大王要是不替我做主 那我只好死了 宫中的日子就是这个样子 有人一手遮天 有人就不得不忍气吞声 除了以死相拼 否则就要永远受人欺负 记得先王后还在的时候 有一次唐夫人做错了事迹 先王后当着众人面责罚了她 她大约是因为面子过不去 就投还上吊了 结果被她的侍女撞伤 救了她的性命 为这事大王还训斥了先王后 从此以后 这宫里就没人再敢招惹唐夫人了 怕她再死一回 是啊 那次唐夫人运气真好 什么运气好啊 我猜她其实只是做个样子 她大约是预先让她的侍女 候在门外 当她踢翻胡床 侍女冲了进来 别人也只能赞她好运了 臣妾参见大王 大王 樊少使就要生产了 怎么样了 樊少使滚下台阶 受到惊吓 身子也受了挫伤 这生产恐怕要费些周折 医女正在里面施救 请大王放心 愣着干嘛 还不快去 是 再使劲 再使劲 夫人 夫人 再使劲 赶紧拿水 拿水来 坚持住啊 夫人 夫人 使劲啊 回来了 回来了 恭喜大王 贺喜大王 樊少使生了一位公子 樊少使怎么样 樊少使失血过多 身体虚弱 樊少使 李密 臣在 寡人将樊少使交给你 务必要让她康复 是 臣妾恭喜大王 又得了一位公子 大王 大王救命 大王救命 又出什么事了 郭美人 郭美人被王后施意掌刑 不堪受辱 偷还自尽了 大王 大王 你是后宫之主 看看你做的好事 大王 这不甘臣妾的事啊 寡人明明听盈夫人说 郭美人跟芈月口诀几句 你却大发雷霆 让郭美人掌嘴 吓他那胆小的樊少使滚下台阶 你呀 太让寡人失望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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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甘臣妾 不甘臣妾 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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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后 姐姐 姐姐 王后 太医 太医 姐姐 伤心如虚 明月如初 前尘往事 从何其数 行有情思 万牵延续 缺身的一缕孤独 春花开谢 秋草又苦 生衰荣辱 如何稀疏 泥水暖 为水寒 还不回 依然如骨 尝尽悲欢 离合 人间无苦 却怎么 迟迟天涯陌路 迟星宿 迟一渡 迟情再相复 愿回你 平情 柔情 傲骨 望尽相思 红颜 凋零处 我只愿 与你朝朝暮暮 爱如心 恨如骨 生死再相复 愿回你 永生 永世 守护 愿回你 永生 永世 守护 王后 太医 太医 王后 姐姐 姐姐 你怎么了 太医 太医 姐姐 太医 姐姐 你别吓我 姐姐 太医 姐姐怎么了 太医 你赶快向大王禀报吧 王后有喜了 有喜了 姐姐 郭美人死了 让永相令好好地把他发送出去 老奴明白 他这个人心浮气躁 但又最贪恋奢华 怎么会甘心自杀呢 墨监 给寡人好好查查 是 眼下后宫总是出事 寡人正想 老奴 该把这后宫 重新教会给魏夫人主持 依老奴看 禀报大王 太医说 王后有喜了 恭喜大王 贺喜大王 马上告诉太医院 派两个最好的太医 照料王后 是 这回好了 寡人要有嫡子了 大王 您刚才说主持后宫之人 若此时变动 恐怕对王后安泰不利 算了 以后再说吧 希望寡人没有看错人 姐姐 你醒啦 王后 姐姐 你躺下 别动 要好好休息 为什么 你有喜了 我有喜了 真的 我真的有喜了 是 大王呢 大王知道吗 已经派人去通报大王了 大王 大王一定在怪我 樊少使因此造战 国媚人又自尽了 我没有管好后宫 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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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事 样样都撞到一起 不能怪你 可是在大王心里 这些罪过 我是逃不掉的 让婢子 让婢子不平的事 今日之事明明是国媚人她们冲撞王后 嬴夫人在大王面前 竟然不替王后分辩 反而替国媚人她们说话 那个女人 我们惹不起 下次见到她 一定要多长个心眼 也算王后命好 既然这个时候有孕 本来这次事情闹得这么大 她无论如何都是难以翻身的 姐姐 就算王后有孕 也抵不过国媚人自尽 和樊少使滚下台阶的错处 差一点是两条人命啊 不对 是三条 这次啊 可够她们担待一阵子的了 国媚人自尽 那原也是阴差阳错 估计她本意也就是想闹一闹 让王后难堪 谁想到她竟会那么笨 踢翻了壶床 壶床居然卡住了门 好一阵侍女才推开门 结果假期真做了 姐姐 我可是听说 穆坚正在拷问国媚人身边的人 万一侍女把真情说了 闹不好大王会怪罪的 有何真情 我们既没有将樊少使推下台阶 更没有让国媚人上吊啊 姐姐说得是啊 不过反过来想想 王后这时候怀孕 没准是好事呢 王后怀了大王的嫡公子 可偏偏在这个时候失了丑 那嫡公子生出来也是要讨人贤的 姐姐 到时候你的公子华做太子 那可就是十拿九本了呀 妹妹 你真会说话 姐姐今日如何 不好 这两日王后都不怎么肯吃东西 本来就害喜 吃了就吐 再加上心里烦闷 人就消瘦了许多 王后觉睡不踏实 听见脚步声人就惊醒 我们都不好说破 王后那是盼着大王呢 自从我怀孕 大王总共来我这里也不过两次 这孩子命真苦 还没出生就和他娘亲 一起被大王嫌弃了 王后别这么想 到底是大王的嫡公子 大王怎么会不心疼呢 只是眼下这些乌七八糟的事情 搅和在一起 大王不得不对王后疏远 也好显出公平 什么公平 我又没做错什么事 王后是没做错 那芈月呢 事情不都是因她而起 她若不冒冒失失地去抓厨娘 那国美人能借着这个由头辱骂王后 樊少使能莫名其妙地摔倒 王后都是因为护着她 才惹出这些事端来 姑姑说得不对 有些事情 不是我们想躲 就能躲得开的 妹妹来了 外面的花开得好美 这是我采来 给姐姐和肚子里的孩子看的 其实刚才戴茂姑姑的话 也不无道理 你我当日都太过冒失 我若能忍了一时之气 也不会落得如此地步 姐姐何苦要自怨自意 妹妹从不愿意忍气吞声 更不赞成姐姐委屈求全 可如今这件事情都指向焦房殿 我是有口难辩 我也觉得 那日是敢是 怎么会那么巧 特别是樊少使跌倒 真的有些奇怪 夫人 芈月来了 就是我身子未好 不宜见人 是 看来樊少使 还在生我的气 妹妹 算是上门赔罪了 行吗 以后人到了门口 就不必通报了 是 小公子长得如此清秀伶俐 跟樊少使一个模子似的 跟我一样有什么好 还没出事就滚台阶 奶娘 先把小公子抱下去吧 是 那日和国美人发声口诀 妹妹也是无奈 姐姐看到了 我并非挑衅之人 但事到临头 躲也躲不过去 但无论怎样 惊吓到了姐姐 和腹中的小公子 总是不对的 所以 妹妹做了件小衣裳 算是给姐姐赔罪了 真是难为你了 都是小孩子家的东西 还要你费心 东西虽然粗糙 但也是芈月的一片心意 姐姐看看 这风川牡丹是你绣的 是 你用的是索绣针法 绣得如此灵动 活色生香 就算是秦宫的头等秀女 也没几个有你这样的好针线的 都说樊少使是秦宫里一等一的巧手 什么针线都逃不过樊少使的慧眼 其实芈月的女工 还是从小跟魁姑学的 望樊少使以后能多多指点 不敢谈什么指点 不过是比旁人多花了些心思罢了 记得我未出嫁时 曾给魏国国君绣了一件龙凤锦袍 魏国国君因为太过真爱 除了祭祀大典 从来不舍得拿出来穿呢 看来芈月真是搬门弄斧了 姐姐上次跌倒吃了大苦头 可芈月好奇 姐姐怀有身孕 出门走路怎么会这般不小心 哪里是我自己不小心的 分明就是有人要 若不是姐姐不小心 那就是另有原委了 那日王后责发国美人 我 我心里害怕光不择路 所以 所以 这件事说到底 还是我自己不小心 怨不得旁人的 听说那国美人的死因有了口供 经过刑讯拷问 是你采爱交代说 国美人其实并不想死 只是想吓唬人 想以此来要挟王后 阴差阳错 竟用壶床抵住了门 这才送了命 这个国美人 幸亏他死了 不然如何面对寡人 大王说得是 还有什么事没有告诉寡人 那日樊少使滚下台阶 怕是有人做了手脚 芈月告诉老奴 樊少使对滚下台阶之势 一直耿耿于怀 但对如何跌倒的原因 却是吞吞吐吐 其中定有蹊跷 这樊少使 為何不肯说出事情呢 她必有难言之意 芈月这个丫头 不简单 有些事情 老奴也是自愧不如啊 好久没有去过王后出来 这会儿天色还早 去王后那儿吧 是 大王 去焦房殿 王后 太医说这药是屈属安神开胃的 王后这些日子吃不香睡不好 让人看了真是着急 天那么热 饭都吃不下 哪还吃得了这苦药 拿走 我不吃 药该吃还得吃 王后怎么可以耍小孩子脾气呢 臣妾见过大王 王后 坐下别动 王后为何不肯吃药 药太苦了 确实是有点苦 良药苦苦嘛 王后都怪要做娘亲的人 得为了你肚子里的孩儿着香 来 寡人喂你 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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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件事你要早做准备 何事 王后您怀孕了 这一时半会儿还没办法施秦 你若不安排应女服侍大王 魏夫人那边定不会闲着 弄不好 大王的心就被魏夫人那边的狐狸精给勾走了 大王进来对我宠爱有加 他心里想要别的女子 我自然不拦着 可你要我安排别的女子躺到他身边去 心里总是别扭的 既然如此 那就算了 乏了 想睡一会儿 王后合合眼吧 大王一会儿还要来用晚膳呢 戴帽姑姑 依你看 要谁服侍大王为好 依奴婢看 不如按年纪大小来排列 孟昭氏最为年长 就安排他先为大王侍寝吧 依亲疏 应该是芈月 你怎么不提她 王后 您不是早就答应过芈月 绝不安排她服侍大王吗 我知道你心里在顾虑什么 算了 就依你吧 大王到 臣妾见过大王 不是说过了吗 如今你怀有身孕 以后就免礼吧 谢大王 大王 今日你一直告诉臣妾 挺脉象 臣妾怀的可能是男胎 男儿好 寡人期盼的就是你给大秦 剩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他在动了 看样子王儿也想知道父王是不是喜欢他 寡人的嫡子怎能不喜欢 大王 大王 臣妾今日 特意让厨子烹制了楚国风味的制鱼汤 也不知是否和大王喂狗 好 上菜吧 是 好 大王 请用 你是孟昭氏吧 大王好眼力 臣妾 大王 王后 大王 臣妾 臣妾失礼了 王后怀着寡人的子嗣 王后辛苦了 此刻好了些吗 大王 只怕臣妾眼下 不是已侍奉大王用膳了 请大王恕臣妾告退 再准备一些酒菜 就让 就让孟昭氏服侍大王用膳吧 不必了 大王 寡人还有政务要处理 王后好好歇息 是 一个时辰后 寡人会派碾教来接孟昭氏 如何 王后不必多礼 恭宋大王 不必了 吴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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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王 坐 听说张仪出使楚国回来了 是 此刻他正在殿外候着 这家伙 在楚国是遍地仇人 我以为弄不好 他会把脑袋丢在那 看来 他是个运气不错的家伙 快宣张仪进殿 是 如今张仪是秦国使臣 朝阳虽然与张仪有旧怨 但又晋上在中间斡旋 大约也不能将他如何 大王 张仪出使归来拜见大王 张子免礼 楚离子 张子坐 我站着吧 看张子神采奕奕荣光焕发 定是大有掌破 大王说得没错 楚王带微臣奉若上宾 美女酒肉伺候 张仪就趁机劝他与齐国断交 与我秦国结盟 那楚王可答应 微臣向楚王立臣与秦国结盟 种种之好处 说得他是口服心服 他为了取信于秦 与齐国彻底断交 已经派勇士专门去辱骂齐军 可是楚王贪得无厌 这回怎么会如此痛快呢 微臣说 大秦会陷六百里于楚国 什么六百里 自然是土地六百里 哪里的土地六百里 张仪让楚王相信是大秦的商鱼之地六百里 张子出世之前有言在先 怎可没有大王允准 私自将六百里秦帝赠于楚国呢 大秦别的土地 在下无权处置 而这六百里 张仪还是有权私自授授的 大胆张仪 几位秦国侍臣一举一动 都敢秉承寡人之意 你竟然信口开河胡言乱语 无端将我大秦国土 当私家财物随意赠予 大王息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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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楚王是个建立忘义之徒 张仪若不让他看到些许好处 他怎肯与齐国断交 与我秦国结盟呢 好大的口气 六百里肥沃土地 是我大秦数代国君 几十万将是用性命换回来的 在你张子眼中 竟然只是些许好处 来人 把这个望子尊大石口 畅颜的狂徒拿下 可缺他的舌头 张子 穆辛 芈月 这是怎么了 这个家伙 在宣誓殿得罪了大王 大王要割他舌头 割 张子 你不是出使楚国了吗 怎么刚刚会 天将大人于私人 必先劳其筋骨 苦其心智 恶其体肤 割其舌头 我张仪为秦国立下了 不适之功 可惜世人见识笔漏 赫赫之功换来了百般羞辱 你将秦国六百里土地 献于楚国 大王割你的舌头 已经是便宜你了 六百里 张子 此事可当真 当真又如何 六百里不过是个数字 我用我的六百里 换来了秦国和楚国结盟 明明是占了大便宜 糊涂人永远都算不清楚 这笔账 你的六百里 自然是我的六百里 我知道 我知道你的六百里 那既然如此 你为何不向大王讲明呢 我为何要向大王讲明啊 大王若是盛名自然知道 我张仪就是掉了脑袋 也不会把秦国的土地 轻易交给楚国 大王若是糊涂 都说又有何用 你这是拿性命在赌气 明君贤臣 心有灵犀 尽在不言之间 不和你这疯子变了 沐昕 这是天大的误会 千万在这里等一等我 等等我 月公主 月公主 大监 大监 我要见大王 大王正在和初离子上议国事 我要见大王 正是与大秦国事有关 大王正在气头上 我劝你最好不要躺着浑水 大监放心 我来 专门是给大王去烦消气的 好 请吧 大王 拜见大王 你来有何事 芈月 有要事向大王陈情 你若知去 快快给寡人退下 大王 还不知芈月来意 便要将芈月赶出殿去 你是来给人说情的 芈月 是来给大王贺喜的 何喜可贺 自古明君思贤若渴 诸国逐鹿中原 得人才者得天下 张仪国事无双 一人口舌 抵过数名骁勇之将 朝中能有他这样的人才 是大王之大姓 秦国之大姓 张仪骨舌摇唇无法无天 擅自将我大秦六百里土地赠以楚王 即使寡之 也解不了寡人心头之恨 大王若为六百里烦恼 大可不必 此六百里非笔六百里 大王误会了张仪的用心 什么此六百里非笔六百里 寡人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今年开春前 大王好像赏过张仪一块封地 不错 大王可还记得 那块封地有多大 有多大 臣记得大概是三五里吧 整整六里 大王大约 也不记得那块封地在何处了 那地就在商鱼 张仪感激大王恩赐 给他取了个地名叫六百 这次出使楚国 张仪用自己这六百 骨舌摇唇说成六百里 诱惑楚王弃其联琴 大王看 这张仪是该赏 还是该罚 六里 六百 六百 六里 那楚王若是知道实情 肯定气得发疯了 寡人不怕他发疯 就是怕他不发疯 他一发疯就会乱来 他一乱来 就会死得更惨 这张仪太过解傲不驯 他为何不早早说出实情呢 居然给寡人打哑谜 害得寡人气血冲头 寡人定要罚他 那大王打算如何罚他 还要取他的舌头结恨吗 穆监 在 快给寡人传话 放了张仪 好生安抚 是 寡人过后 要重重地赏他 张仪出使楚国 功继赫赫 助于竹伯 寡人赐张仪月凤百斗 十亿千户 谢大王恩典 大良造 你为何瞪是我张仪呀 明明是你张仪 对我目不转睛 我张仪对你目不转睛 是因为我想起来 你欠在下一笔赌债 还没还 赌债啊 小人得志 说得好 我张仪是小人 你大良造是君子 君子出言 司马难追呀 张仪 你休要张估 既然我公孙衍 与你有赌约在先 那我今日 一定言而有信 不是 大良造 你这是何苦呢 张仪 不不 别 别 张子 你这是干什么 大王 好 我公孙衍 愿赌服输 不就是想让我 当众脱光身子爬三圈吗 好 我今天就爬了 胡闹 当初一句戏言却要当真 朝堂之上 你们是要自己难堪 还是要寡人难堪 回大王 回大王 张仪本无此意 实在是 大良造多心了 听到了没有 公孙衍 张子都已经说过了 不要义气用事 快快把衣服穿好 大良造乃是寡人的大良造 你等都给寡人听好 谁敢再提赌约之事 寡人定不轻饶 是 柔儿来信了 张子从楚国带来的 信上都说什么了 柔儿说 说他很想念我们 日日刻苦读书 希望有一日能早早与我们团聚 一年不见了 柔儿懂事多了 姐姐 你这是去哪儿了 看你这一身弄的 我刚才在花园里 与公子状比剑 我是木头剑 他是真剑 他占了我很大便宜 那公子状是卫少使的独子 年纪比你还要小一些 你让让他就是了 快进屋 把衣服换了 我们离秦国越来越远了吧 我们离秦国越来越远了吧 可不是 在我半日啊 就到了齐国的地医了 公子还想回到秦国 我不知道 就是觉得我在那里 还有未良之事 没关系 我们还会回到秦国呢 就 就 张子使记离间了齐楚之盟 楚王发现自己上当 恼羞成怒 以发兵十万 直奔五官 众爱卿 对此事 有何意见 回大王 楚王大发雷霆 莽撞出兵 又无其他诸国相助 随无交手 败迹已落 我等谋定而后动 以意代劳 后之发 先之志 定能一举成功 大王 司马错愿领兵出征 大王 臣甘茂愿率兵伐楚 大梁葬 你意下如何 大王 既然张仪建议出兵 还是请大王定夺吧 大王 大王请留步 大王 大王 臣有话要说 说吧 臣猜测 这次出兵 大王本来属意大良造 寡人不是非他不可 而是向介事化解恩怨 可惜公孙衍却固所姿态 与寡人较量 大王不必为难 如今我大秦众志成城 臣愿亲自领兵出征 你也不用亲自出马 寡人打算安排司马错委帅 去对付储君 姐姐 姐姐 这么晚找我有事吗 妹妹可曾听说 大王要出兵攻打楚国了 我听说了 是楚国发兵攻秦 秦国不得不出兵应战而已 明明是张仪欺诈在先的 王兄才愤然出兵 眼下两军对峙 千军一发 秦楚联盟即将破裂 如果此事能够劝说大王退让一步 这事端说不定可以化解 姐姐想让大王如何退让 说服大王再派使者出使楚国 将那六百里土地照承诺送过去 不就化尴尬为玉帛了吗 姐姐糊涂 这六百里土地大王若想送 早就送过去了 眼下双方已经打算靠实力说话 若没打出个结果 谁肯退让 这可如何是好 此事只有静观其变 急也急不得 大王 魏夫人来了 她来何事 魏夫人说 她刚调制了一些熏香 送给大王趋闻去熟 让她进来 是 大王 听说你又治香了 论调制熏香 宫里恐怕还真的没人比得上你 走吧 大王谬赞 这几日秋老虎厉害得很 臣妾新调制的这种香 屈崇 醒脑又奇象 这几日秋老虎厉害得很 臣妾新调制的这种香 臣妾新调制的这种香 屈崇 醒脑又奇象 屈崇 醒脑又奇象 怕文营滋扰了华尔 大王亲自为她打扇 臣妾看了 既心疼大王 也心疼华尔 用了好几日 才调制出 蛆虫 安神的熏香 是啊 转眼间 华尔已从一押学语的婴儿 长成气宇悬昂的大秦公子 身为长子 华尔一心想为大王分忧解难 华尔听说 大王近日准备法楚 求回转告大王 他想同司马错一同出征 担当众人 好 华尔这个孩子 越来越有出息了 谢大王